白宮直接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 不過拜登在美國內部確實內外交戰 一方面反拜登的這個實體店面都開出來了 另外一方面這個川老師 拜登的民調事實上來到一個低檔 說外界對於明年的民主黨的選情 多數看法悲觀 沒錯 因為拜登在選舉的時候 他一個最大的訴求就是團結美國人 但事實上拜登當選一年以來 他所造成美國社會的分裂跟極化 是68年來最嚴重的 我這邊畫一個圖 我們用這個圖來看 導播可以再照一下 比較清楚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什麼叫做極化 極化就是自己的政黨很支持你 可是反對你的政黨很討厭你 你可以看到拜登在共和黨現在的制度 就是你自己認為是共和黨員只有6% 但是民主黨員卻有高達9成的支持他 那過去柯林頓 歐巴馬其實也都蠻極化 但是沒有拜登這麼嚴重 那唯一一個例外從2000年之後是小布希 他因為那時候遇到恐攻嘛 所以恐攻的時候呢 民主黨的人支持他呢 是有百分之77 共和黨內部是比較高 所以看得出來其實 對於拜登來講 他其實並沒有達到他所講的那一個目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們update到12月3號 4天前的拜登民調 事實上還是持續低迷 那可以看到那個所謂的死亡交叉 是在今年的8月 兩個原因 阿富汗撤兵跟所謂的通膨已經完全失控 所以你看到各個不同的民調 基本上都在41到46之間 也就是100個美國人 只有41到46個美國人是支持拜登的 所以剛才那個主持人有提到說 這個Let's go Brandon 這其實是一個在 阿拉巴馬州的 Nashfield的一個叫做 全國運動車的 汽車的競賽裡面 有一個車手叫做布蘭登布朗呢 他奪冠 奪冠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全國廣播公司的記者採訪 他的時候 現場的觀眾呢 就罵F拜登 F拜登罵三字經罵彰化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大家就問他說 那你 那個主播就說 那可能是在講說 這個Let's go Brandon 但是很尷尬 是那個鏡頭轉回去 的確大家是在罵F拜登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就變成說 Let's go Brandon 變成是罵拜登的一個流行語 那甚至到現在在麻州 還出現了一支 Let's go Brandon 的一個實體商店 裡面一些罵拜登的商品 周邊商品都出來了 那另外呢 我們要講一下川普 川普呢 他其實二零二四年 他一直有意無意說 他還想再選總統 他說愛這個國家 別無選擇 那基本上來講 川普的幕僚是希望說 川普不要在今年的八月 就是撤兵阿富汗 跟所謂的這個 明年二零二二年 其中選舉前講這個消息 因為怕說 民主黨把川普當成是提款機 變成是川維拉來拯救 這個民主黨的低迷的選情這樣子 那最後我要講一下 主要是賀錦麗 這樣的一個副總統 其實賀錦麗看起來很左 事實上他的很多作為是非常有 包括他支持死刑 他贊成對罪犯非常的強硬 所以說現在賀錦麗的問題 不在於是他的意識形態而已 而是說他的整個內 內部的和諧都有問題 現在最新的一個訊息是 他已經有被傳出很多職場霸凌的事件 對他的助理 包括他的首席發言人 他的新聞聯絡官 公眾參與 是這些人都一一的走路 所以大家說賀錦麗 其實私底下是 他想要發威的時候 下面是沒有人受了他的 賀錦麗在美國的民調比拜登低 還更差 CNN追蹤過幾次 他也是內外交戰的新聞故事 一方面說他內部的幕僚 這一個團隊走一大堆人 另外一方面說他跟拜登的團隊不合 然後我在美國竟然還看到 有人在拱歐巴馬的夫人秘雪兒 當下一任的民主黨的政治領袖 他一直聲望都很高 但是基本上他比賀錦麗還受歡迎 就是秘雪兒的人氣跟那一個 就是熱度支持度可能比賀錦麗還高 所以秘雪兒就是歐巴馬夫人秘雪兒 出來競選的機率是有可能發生的 民主黨先前 柯林頓夫妻就發生過這個事啊 對但是我的了解是 Michelle應該是比較沒有那麼大的政治野心 不過不管怎麼樣 其實賀錦麗本身 大家很擔心說2024年 他等那個拜登 怕他已經81歲了 怕他出來雪的話 民主黨會雪上加霜 真的 說不定有的時候運氣好 不用等到81歲 那就很難說了